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案子闹得越大 那个贼反而越安全 问题是保险柜里只丢了树稿 肯定还有别的东西丢了 叶佳说您要的审讯监控录像给您准备好了 好 一会儿回距离看 洗衣机里的衣服洗好了 但是没收都搜了 应该是好几天都没回来了 这衣柜也是 当季的衣服全拿了 可能是跑了还挺匆忙 他跑什么呀 这个室雷肯定有问题 得赶紧找着他 什么呀 这个室雷肯定有问题 得赶紧找着他 双儿 罗队 你看新闻了吗 什么新闻 那个作家贾金言 把案子捅给媒体了 现在新闻新闻正播着呢 知道了 我再说一遍 这本书就是我的孩子 就是我的命 我不管你是谁 只要你把它还回来 我愿意答应的任何条件 女士您先别激动 据悉保险柜内的手势 现金等贵重物品皆完好无损 很显然小偷的目标 就是为了双花之恋的输稿 根据受害者透露 目前警方还没有确定 任何嫌疑人 我们期待警方尽快破案 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 咱们在这儿苦哈哈地找线索 他跑去通知媒体 还跟贼一谈条件 倒乱 错了 他错得都离谱了 我给他打电话 看他什么意思 方向错了 我们的方向错了 不是书稿 你敢说什么 我说 那个贼的目标 肯定不是什么书稿 可现在不就是书稿不见了吧 我们被骗了 你凭什么这么说 如果那个贼的目标是要偷书稿 那么他就会把保险柜里面 其他贵中的物品一并偷走 那样的话你们警方 那么我们警方 就会当做一个普通的 保险柜失窃案处理 既要追查书稿的趋向 还得寻找保险柜失窃的其他物品 那这个案子破起来可就是大海老真了 明明可以一举两得 你说这个贼为什么不这么干呢 你是说 他们是故意让我们发现书稿 哪有贼会这么干呀 他图什么 刚才那女作家的反应 你不也是看到吗 人家就是在利用这个作家的社会影响力 扰乱我们和公众的视线 这个案子闹得越大 那个贼反而越安全 问题是保险柜里只丢了书稿 肯定还有别的东西丢了 只是我们没发现 我发现你对犯罪嫌疑人的心理 还挺了解的 我也是瞎分析的 也不一定蠢 别走 大门 五个岁 在这边 同行 后一天 人属 人属